9月8日凌晨,薛之鲜和前妻高磊心发表微博声明复合,而且顺带的秀了一下恩爱。 薛之鲜先发文称,我记得你跟我时,我一无所有,我不想再寻觅了,请让我给你所有,反正我们也不再年轻了,那就再爱一次吧。 配图是两个人牵手的影子,随后高磊心配了同样的图,发文表示,多少浅浅淡淡的转身是旁人看不懂的情深,那么余生请对我好一点,证实了两个人的复合。 网友们为这突如其来的消息,震惊的同时也纷纷送上祝福,果然又在一起了好棒,希望余生一起走到白头,公布恋情了吗哥哥,还是他吗,不管怎样,祝幸福。 没事的陈鹤和朱镇也迅速的到评论区为官,可见也是非常关注好友的动态的。 其实薛之鲜和前妻高磊心复合早有征兆,早前薛之鲜曾在演唱会上表白高磊心,为他实现十年前的诺言。 在演唱会上,薛之鲜演唱了一首安和桥,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,最重要的是薛之鲜和高磊心现在在一起了,真是祝福两人。 谢谢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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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